人工流产呢 手术的过程呢 是这样的啊 咱们比方说 这个是那个 吸引器 吸引那个 肱腔里边的 那个胎囊的 怀孕以后 这个胎囊在这个位置 然后咱们 做人工流产呢 就是通过阴道 然后这个宫颈 从宫颈 把吸引器 就是吸管放进去 然后这边 它有一个压力 就是有一个吸引 然后你把 比方说你这个胎囊在这吧 你把这个吸管放到这 吸管前头是有一个 开口的 它是 不是说前头是死的 它有个开口 然后这边有压力吸它 这样呢 它把这个胎囊 就从这个管 吸出来了 就吸出来了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反复的这个人流 虽然说是说 这个吸管 通过精管 进入到工腔 它还是要在里边吸的 它吸的时候 会接触到内膜 除了吸胎囊之外 它会吸到吸内膜 这样呢 多次对内膜 会有创伤 会有影响 对于一下 接触到内膜 就会有关 不过的 这项会有关 就是让它 这项会有关 和这项会有关 这项会有关 对于 并不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